清朝为何没能大规模装备 更先进的碎发枪 清军第一次尝到碎发枪的厉害 是在雅克萨之战的时候 但这次给清朝的震动并不大 因为战争勉强打赢了 雅克萨之战一共两次 第一次俄国人少枪少 而且主要是火神枪 装备上跟清军并没有太大差别 清军以优势兵力进攻 加之还有火炮的优势 俄军难以抵挡 所以打不过就跑了 清军撤回后不久 俄军卷土重来 再战雅克萨 这次俄军不仅人多 而且还装备了数百只碎发枪 显然是要跟清军硬碰硬 清军吃了苦头 但仍然把俄军逼入了绝境 俄方不得不提出和谈 所以雅克萨之战的时候 清军并没有完全意识到 自己在火枪上的劣势 相反雅克萨之战 让清朝坚定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要着力发展火炮 只要火炮一想 任何对手都会历时化为积粉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在康熙年间并不发展火枪 这一时期啊 康熙帝组建了八旗火器营 火绳枪也逐步在各省八旗和陆营的驻军中普及 而真正使得清朝开始重视火枪 是雍正年间对准嘎尔作战的失利 康熙朝对准嘎尔作战期间 清朝就发现了准嘎尔的火枪不一般 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雍正年间遭致河东坡惨败 雍正帝啊 才痛定思痛 颁布了军令条例 要求重新整治火枪兵 并决定大幅度提高各省驻军的火绳枪装备率 这一时期清军火绳枪的装备率在40%上下 远超明朝的火枪装备率 与此同时雍正帝还下令仿制准嘎尔的赞巴拉克火枪 初步实现了装备升级 到乾隆年间 清军火绳枪的装备率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达到了50%至70%左右 而且形成了制式 同时呢还装备了少量的碎发枪 由此可见 清前期在火枪的发展上 与西欧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代差 因为此时啊 西欧各国军队普遍装备的也是碎发枪 但清朝却没有大规模普及碎发枪 从而逐渐与西欧各国产生了差距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事实上 乾隆年间的清冕战争啊 已经暴露了火绳枪的落后 不过清朝并没有趁势普及并装备碎发枪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清朝周边缺乏能够熟练使用碎发枪 并给其带来沉重打击的国家或势力 所以清朝只是通过维持火绳枪和火炮的高装备率 就足以在周边的国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 更重要的是 碎发枪相比于火绳枪 在火力 精度和射速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甚至压火率还要高于制式火绳枪 碎发枪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像使用火绳枪那样点燃火绳 所以配合献猎战术可形成强大的火力网 并在添加枪刺之后 可实现射击和肉搏的无缝衔接 而当时整个东亚地区 包括清朝都没有能力熟练使用献猎战术 所以碎发枪也没必要加以推广 另外乾隆年间的整个军工体系 也无法为碎发枪的仿制提供优质的火药和碎石 如果仅仅只是备上少量碎发枪 清朝的军工体系倒足以应付 反正慢工出细活 当奢侈品去制作就可以了 事实上 清朝中期的宫廷之中也并不缺少碎发枪 道光皇帝做皇子时持枪击毙天理教反贼 用的就是碎发枪 但如果是像推广火绳枪那样全面推广碎发枪 那就必须要将清朝的军工体系彻底升级才能做到 所以既然有无碎发枪都足以应对国家安全 碎发枪又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 那又何必花大价钱去升级整个军工体系 然后去达到普及碎发枪的目的呢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 清朝在火枪的发展上才逐渐的落后于西方